5月16号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配套活动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开幕式在成都博物馆举行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以食美寻香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为主题 围绕弘扬洋中华文明 开展天府文化 推动亚洲多元文明对话这一核心 通过45项大小活动 以美食为载体 促进亚洲文明交流互建 开幕式上 成都市市长罗强指出 美食无国界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将开启一场品鉴亚洲美食的盛宴 打造一次亚洲美食文化交流展示的盛会 成都把高品位建设国际美食之都 列入城市发展目标 以全球化视野 打造国际美食产业高地和美食城市品牌 着力凸显以川菜文化为代表 中外美食汇翠的国际美食之都魅力 成都正足不成为全球重要的美食中心 联合国贸易发展署创意经济部主任 卡洛琳娜·奎塔娜表示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吸引了众多全球知名餐厅负责人 厨师 美食作家餐会 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美食文化的交流将有利于创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舌街上的中国二 138种食材的奇妙旅行的导演陈硕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因为在成都上大学 所以对成都的美食比较了解 觉得成都美食很亲切 没有烟火气 我觉得就是街头巷尾的美食还是保留下来的 就相比其他城市在这个城市化进程里面 虽然是越来越繁荣 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城市里面很多小店都没有了 但我觉得成都的这个包容度还在 然后就是所谓 比如说像我就特别喜欢去这些小藏馆 加引号的小藏馆 然后另外就是一些fusion的东西 然后这种融合的创新的东西 也是基于在川菜的一个传统的基础上去做了一些创新 就有理有据的 那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可惜的一种现象 当日由成都餐饮同业工会倡议发起的 亚洲美食文化联盟正式成立 世界辣椒联盟 国际慢食协会大中华区分会 日本麻辣联盟等机构加入该联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